我跟你講我所有 我幾乎我大概80%的女生朋友 我們聊過同一個話題 就是因為多半我們出去 一定是老公開車 或是男朋友開車 我跟你講在那個時候 絕對不要跟他們聊任何 會可能影響他們情緒的事情 我覺得男生超幼稚的 他們就會覺得 駕駛方向盤在我手上 我可以操控一介 我們常常聽到 結果他們兩個吵架 一不小心在車上吵 男生就開始開快車 我覺得男生這點才是要不得 就不把兩個人的性命 當成是一個問題 男生都覺得他們開車 就是很不得了 我之前也有一個事情 我真的覺得男生真的是 愛車勝過於愛女生 對 我之前有一個男朋友 他的車子老實說也不是很好 就一般的車子 結果他... 我只不過是買那個鹹酥劑 要放在車上 他想說你該買什麼 這個大忌 很脆耶 我沒有吃耶 就只是那個鹹酥劑的味道 會在他的車裡這樣子萦繞 他就開始罵我了 他說 你為什麼要買鹹酥劑 我就說我想要買鹹酥劑 你剛剛最買麻辣臭豆腐 但是我沒有吃耶 就是他後面我有這個事情 跟我大吵 說你為什麼不買 不是 我要跟你解釋一下 為什麼鹹酥劑的味道 會在裡面 真的很舊 這個可以判 判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 太臭了 鹹酥劑我沒吃耶 不是 因為你知道那個車子 不管好跟不好 其實那個地毯跟那個沙發 如果會吸引鹹酥劑的味道 對 而且你如果窗子沒有打開 第二天很臭 你知道嗎 代表你那個男朋友 是個愛乾淨的 你應該覺得很高興 真的 蛤 是個好男人 沒有沒有 一個我們看看在這邊 要討論 一個那個結論 請 少俠講 這個結論 你剛剛說他的車子不這麼好 再怎麼不好還是比你好一點 我怎麼不講 蛤 你幹嘛換我 少俠 少俠不可以這樣講 他的車頭燈也不錯 沒有 沒有 而且你們要聊到車品 你們有問過急速月姐嗎 一講顏書機他就說大忌了 大忌 真的假的 我現在連買早餐 因為我每個禮拜四這邊要錄影 我會帶所有幫我畫舒嬅人的 工作人員的早餐 我連早餐都要套兩個塑膠袋 這樣不是很痛苦嗎 男女交往 為了一個車子搞得不愉快 男生是不是應該檢討一下 你這邊算好的 你要不要聽聽伊拉克的狀況 我覺得他檢討的就是應該要分手 你們今天來伊拉克 來伊拉克 我們在伊拉克那個男生很喜歡換車子 然後女生不喜歡 為什麼呢 因為女生就是常常不會開車在伊拉克 因為女生開車 你有沒有看過就是女生 阿拉伯女生會包頭 有沒有看過就會包頭 然後如果女生開車的話 車子要包頭 蛤 就是 沒有聽過嗎 就是女生會包頭嘛 就眼睛看到嘛對不對 然後你看 包起來 對包起來就看到眼睛了 然後女生 阿拉伯女生在阿拉伯開車的話 那個車子要包頭 整個都不能看到裡面 就看到那個 前面那個女生的眼睛 哦 What 不是是真的 你在邊的嗎 所以 所以在 阿拉伯女生不能開車 所以男生賣車 在買車子的話 他們會生氣 而且阿拉伯男生的話 很愛換車子 每一年換一台 但是你們的國家的男人 很喜歡換老婆 也有 對啊 對 所以你們那個國家的女生 就是覺得說 你們換老婆跟換車子一樣 所以他們覺得很生氣 你換車子 對 如果是女生有問題的話 怎麼樣算是女生 踩到男人的界線 過去我們拍戲的時候 都是半夜進棚 我們其實都在家裡等電話 比如說 一鳴哥現在還有半個小時拍到 你趕快過來 我們就趕快開車過去上班 那我有個習慣就是在拍戲之前 我會先吃點東西 那有一次我記得就是 在拍戲之前 那一天我剛好是 差不多半夜12點的通告 那在之前 我拍到下午差不多5點多6點 那我就想說我先不要吃東西 等到晚上要去拍戲之前 我在吃我該吃的東西 我就去找了一家 我很喜歡吃的一個排骨便當 很有名的 我就買了 那我在買的同時我就想說 要不要幫孩子跟太太買一個 我就打電話去說 維林 我待會兒要去某某地方買一個便當 很好吃 那家很有名 你們要不要順便買一個給你們吃 那我先不吃 但是呢我可以幫你們買 我說那個便當是我晚上 要起來當作早餐跟宵夜吃的 吃完我就要去拍戲 他說好 我們不吃 我們要去吃牛排 那我就說好 那你們吃牛排 我去去買 買了以後呢 我就 買回來我就放在旁邊 放在冰箱裡 我就去睡覺了 等到呢 電話想要叫我去拍戲的時候呢 我就起來 我就走到 走到冰箱裡面呢 去拿我的便當 那準備微波一下吃嘛 一打開一看 是不是黏在便當蓋上 不是 排骨不見了 還留下排骨前面那個殘骸 就是排骨已經吃掉了 骨頭 剩下那骨頭 好想哭哦 跟那個滷蛋還有青菜 你知道那個 你整個情緒就會 火大 火大 你知道嗎 真的 好 我還是勉強把那個滷蛋 還有那個白飯還有菜把它吃掉 第二天 等孩子去上學 我就跟他說 我一定想問你一件事 請問你 我昨天那個排骨的便當的排骨 是誰把我吃掉的 都過一天了 你還問他 不是 是原則性的問題啊 對啊 他就想找出答案 下一次那個排骨還是被吃掉怎麼辦 他就說 沒有啊 是 你兒子吃的啊 怎麼了 我說 我不是有打電話問你們說 你們要不要吃 你們還跟我說你們要去吃牛排 但是為什麼 半夜起來我發現我那個排骨不見了 他就說因為 你兒子要睡之前肚子餓 找不到東西吃就把那個排骨吃掉了 然後他就越講越生氣 現在是怎麼樣 他吃你的排骨 他是你的青生骨肉 是不可以吃你的排骨嗎 你知道嗎 你就 你就會覺得 實在是 很憤怒 對 後來 第二次呢 又同樣問題 我又買排骨便當 我就在那排骨便當上面 貼一個 紙條說 這是我的排骨便當 請勿 請勿來吃 食用 食用 你知道嗎 我就覺得很奇怪 你們女生做事 不 這不是女生吃 你兒子那個是男生吃 他是你的青生骨肉耶 青生骨肉也不可以吃我的排骨 不是 女生的事好不好 是不是 吃一個排骨什麼了不起的 我懂一鳴哥的意思 那個就是他晚上的一個小確幸 你知道嗎 我們懂 就是他買了去排隊 就是他 朝思暮想的排骨便當 他有再去買一塊排骨給你嗎 沒有 沒有,這次就沒得解決了 怎麼解決 因為在半夜的時候啊 沒有,如果是我 我隔天 你有沒有剩下滷蛋跟飯 我說有啊 有就好了 對啊 我跟你講 因為這個是碰到生活習慣不同 我們家同樣也有類似這樣的問題 也是生活習慣的不同 因為小儀他們是大家族 他們是從小 堂哥、堂弟、堂姐、堂妹 全部住在一塊 所以他們東西是共用的 但我們家就不是 像我的東西就不准別人碰 所以當我們住在一起的時候 完了 剛開始 我的保溫杯是分得很清楚 你的就是你的 我的就是我的 對 我常常一回來就發現 我的保溫杯不見了 他拍戲他帶出去了 或者是我的太陽眼鏡他找到 他就帶走了 甚至是我的電腦 比如他的電腦沒電 他就不會去充電 他就直接拿我的電腦來用 這就是我這個大利亞工 你的不行 因為你要用的時候用不到了 對,這是我的東西 即便我沒有再用 你要用之前都要先問我 先問我,沒錯 對,就好像剛剛一鳴哥說 他就回答你 我們都已經在一起了 我們都是夫妻了 對 都是一體的有什麼好計較的 對啊 一體的有什麼好計較 而且你兒子更 你更是一體的 不行 但是那個排骨 不能把骨頭留下來啊 是不是 這個太...太侮辱人了 有沒有覺得台灣男人真的很小氣 很小心眼 不是,你要就全部拿走 你把那個爛骨頭 還放回我的便當盒裡面 他還留給你 告訴你說排骨有人吃掉 你還可以吃滷蛋跟青菜哦 是不是很貼心 這個我也不行 我跟你講,這裡是犯我大忌 有啦,其實 如果你要吃我的東西 要先跟我說 對啦 對,就像我如果他擺在冰箱的東西 他今天買了一個燒賣回來 我要吃之前我都會問他說 你冰箱的燒賣我可以吃嗎 對,要先問一下 你覺得是最基本的尊重 但如果碰到生活習慣不好的 你只想要掐死他 真的 我跟你講,我之前也是有一個男朋友 就是我跟我男朋友在吃飯的時候 他可能忽然 這邊可能沾到眼裡 他就抽一張衛生紙 擦了之後衛生紙就嘟旁邊 然後吃一吃,發現哪邊又這樣 他又再抽一個衛生紙 然後又丟旁邊 我就覺得說天啊,他在幹什麼 我就發現我很討厭就是男生 一張衛生紙 浪費資源 非常浪費社會的資源 然後整個就是你知道 吃完一頓飯 那個桌上一堆衛生紙 真的 要不然就是呢,OK 他可能在家裡吃飯 他可能在吃飯 他想要喝湯了 他就跑到廚房裡面 又拿了一個碗 然後裝湯 然後邊吃飯邊喝湯 然後可能 又看到說那什麼想吃 他又進去又拿了一個碗 到最後整個你知道嗎 他桌上就是又有碗 又有盤子 又有一堆垃圾 重點是他都不親 然後我就常常覺得說 你這樣子不是很浪費嗎 那個碗不是你洗的 你為什麼 你每次弄到這樣子 到最後又是媽媽洗 然後你每次那個衛生紙 這樣抽、這樣弄 根本就還可以重複使用 他就一直抽、一直抽 很浪費 結果重點是 我好心跟他講要愛護地球 他有一天為這事情跟我吵架 我們吵得很兇之後 他就一聲不想要出門 他出門之後呢 他回來 他拿了兩包抽取私衛生紙 還給你 丟到我面前 說這個給你好不好 他去哪裡弄來的 他就去買了兩包衛生紙 他就很生氣說 我在我家吃到 我用衛生紙 你在那邊不爽什麼 這兩包給你 但是在馬桶上煮泡麵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衛生紙 來 好噁心哦 男人請別不識相 黃采底線有事嗎 誰要走 拍到酒 他我的底線呢 他只要打電動 打兩三個小時 都沒有關係 可是他每次都越過我 已經越來誇張 三個小時 他往往都是打六個小時以上 然後我每次叫他做一些事情 他就幫他等一下啦 我說在幫小孩洗澡 好啦等一下 看功課等一下 為什麼每次要搶底線